好 姐 现在你婆婆也住过来了 多多又这样 医院的事那么忙 又摊上这么个乐观子 你受得了吗 你干吗要撑着呀 多多今天你也看到了 以后不定有多少人 会这么说她呢 我不想让她一辈子都背一个 强奸犯父亲的名声 而且这件事情 我认为一定是华沙 她得不到赵明奇在报复 我也不想让她得逞 她得不得逞重要吗 赵明奇她就是活该 谁让她胎上这么个女的呢 是 她是活该 但是 你没接过和你不知道 这夫妻两个人 就是打着骨头连着筋 也是亲人吧 你说她落难了我能不帮她吗 我是没结过婚 可要是我我绝对不管 管她干吗呀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照顾好你自己 能不能替你想想啊 行我知道你心疼我 淼淼 你不是给犯人做过心理咨询吗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警察系统的人 帮她打听一下赵明奇的事 是 我是认识一两个公安系统的人 可我现在问人家 你也不会跟我说呀 为什么呀 她现在这个情况谁都见不了 只有律师能见她 你有点法律常识行不行啊 那你能见她吗 你能到开搜索去看她吗 我的亲姐 我不能见她 法律不允许 我也不想见她 好吧好吧 你路上小心点啊 我路上能小心 你能不能照顾好你自己 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我知道你心疼 你好好的啊 你也好好的 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就能来 好吧 走了 这几天都亏你了 行 你别说了 我走了啊 早点睡啊 路上小心啊 好 好 好 走 好 好 好 杀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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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啊 一起来自己弄点吃的 怎么在这儿躺着呀 怎么了这是 不舒服呀 怎么那么烫啊 发烧了 等着我给你拿一温度计量量啊 来 来 得量量温度 你太烧了 来 我来 行 你自己来 架好了啊 来 喝点水 我想到 那咱们去医院吧 我吃桃花 你这不吃药不去医院的蜡 怎么弄啊这个 喂 喂 我是乔思敏 对对 是这样 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 我可能会晚点到公司 对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腿热体 哎呀 今儿也就踏得实实地守着你吧 要一会儿还发烧的话 不许把你弄到医院去 不能这么耽误 高总 感谢你的配合 嫌疑犯还在调查当中 你回去啊 电话保持长通 我们有什么需要随时跟你联系 好 行 那我走了 回去吧 哎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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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疑犯 我已经发现了我 表达 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 该做的我也做了 该做的我也做了 咱俩今天是不是该有个两节了 谁啊这是 主任 这是您用的便利 放点 谢谢啊 您吃 孙燃 你怎么来不及 我怎么不来啊 你出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出去 我在这儿说 出去说吧 我真的想到事情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想起来就后悔 你 孙燃 我一直劝你守啊守啊 守着这份婚姻 可能我错了 你打算怎么办 其实 这段时间 我梦了好多我的律师朋友 我们现在再是分析来分析去 没用 关键要看法院怎么办 要是赵明基真的被拍了怎么办 想过吗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是有些话啊 我必须得说 如果明基被判了 你这一辈子 背负的是什么 妈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你单位的同事怎么看你 你想过吗 我们背不及 还有你那个那么难伺候的婆婆 多多这马上进入青春期 你想过没有 孙燃 要不然 咱们跟她分 分手算了 姐 姐 我以前想过一万次要分赵明基离婚 但是我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明镇局门口那一幕 今天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那个女的在打击毛俯 她在惩罚明基 她在惩罚明基 我如果现在跟赵明基离婚 那就等于是把她们活坑离开 是 苏人 我明白 您其实是我们的亲人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力量 绝对不能让外人利用我们 你放心 我再在这段日子 你家里我扛着 啊 苏人 你哭了 笑嘻嘻的表情 欢乐的生活 又没有街道 这对吗这个 嗯 妈 多多 阿姨 多多 我知道我们多多最近受委屈了 没事 你妈来了啊 你干吗呢 你去坐业呢 妈 阿姨 谁让你在这儿做作业的 来 来 收拾 赶紧收拾了回屋坐去啊 光线多不好 那奶奶呢 哎呀 少废话 回屋里 把门关好啊 你 你天 我 我到 我 我 我 阿姨 我有点事想跟你谈一谈 我听说 你去找了华沙 让她撤案 我还听说 你为了让她撤案 劝苏然和赵明奇离婚 我 我就是 我就是不想让明奇在监狱里 带这么长的时间 可这是一个刑事案 是她说得那么容易吗 说撤就撤呀 不是 华沙跟我说 为了明奇她 她可以这么做 她宁愿去承担 诬告的罪 阿姨 阿姨 您还是本身手打理的老教授呢 您就这么没有判断力啊 她的话都能信 我是说她挺爱她的 她就是这么亲口跟我说的 你还说 她还敢说爱她 她要是爱她 咱们家能出这么多事吗 她要是爱她 赵明奇还能在看守所里待着吗 你小点神 我都气懵了我 阿姨 您知道吗 您这么做 等于是 再给苏然的伤口上撒烟 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就等于承认了 找明奇将军划杀 我 你 你是找明奇的亲生母亲啊 连你都承认了 你这不是手人以柄吗 我 我就是太着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 所以我才去找她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了 阿姨 我希望在这个时候 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就是对苏然 对赵明奇 对我 对这个家最大的支持了 好吗 对不起 我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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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梁大律师 马总好久没见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我就是无事不能三宝店呗 来 来 小王 要不然你想 你那么忙我哪好意思来找你啊 什么事 马总 什么事 哎 茶不错 在你这总能喝点好茶 那个 明奇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去公司啊 你知道那 那上上下下业务最近正忙的时候 我哪扛得住啊 马总 作为明奇的辩护律师 这里面的信息 我还真不能跟你透露 那就是 明奇被驱了 梁律师 你说咱俩这关系 你跟我透露点啊 我也是公司的股东啊 我们得有知情权 那你不能这 黑不提白不提 这 董事长不在了 这怎么交代啊 有什么问题 那董事会上也得是宣布的呀 马总啊 这么跟你说吧 现阶段 明奇是不可能回公司 处理事务 情况不是很乐观 只能跟你说这些 我 那 明奇怎么 经济问题啊 不会啊 那经济问题我得知道啊 我知道了 那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女人的事啊 我就说这 我告诉你老梁 就她在外面认识那女人 我见过 那真不是一个上游的灯 我提醒她来着 哎 明奇啊明奇 哎 那估计是不是得判呢 没到这一步 真可惜 真是有句话啊 叫英雄难过美人观 这不舍了吗 是吧 你说 因为这么一女人舍了 哎 你不愿意说 我也没法再问了 行吧 反正哎呀 我就为明奇晚席啊 你知道吧 你放心 你有消息 马上告诉你 一定告诉我 咱是朋友 另外我也是股东 哎 大东啊 忙吗 啊 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知道我 明奇出事了 啊 真的没想到 啊 电话里不多说了 哎 你这样晚上有空吗 行 你这样安排一下 有空让咱们晚上坐坐 我等你电话 啊 好 好 来 见面说 见面说 多多 快 帮帮拿揽快 一会儿你妈下班回来 咱们就吃饭喽 好 我去拿 我去拿 阿姨 你就让她干吧 这么大孩子还不锻炼锻炼啊 哎呀 行了 哎呀 行了 你接着看 看电视多好啊 真是 我回来啦 妈 回来啦 你快 洗手出来了啊 妈妈 那我去洗手啊 好 多多 快把米饭端出来 盛饭了 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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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那么多呀 妈 我去洗衣室拿过来 拿过来 我给你说这 你孩子怎么能干这么大 小心点啊 阿姨 我就不同意你这观点 这孩子光读书有什么用啊 不锻炼锻炼 一点社会自理能力都没有 出来还不是个废人 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 早就帮我干活挣零花钱了 多多 吃完菜 吃完碗 对 以后啊姨妈走了 这活儿都是你的 听见没有 来 来 你先吃 你看你那婆婆 一看就不是个什么 事没有的灯牙 平时啊 直视人只惯了 什么人都得听她的 小点声 我对她还是客气的呢 我 什么知识分子大教授 她像个当婆婆的样子嘛 我对她我客气的我 好了好了 你是来给我添乱的 祖然 我还得提醒你啊 让多多离她远点 现在本来就不实行格带教育 遇到这么个奶奶 还不得把孩子给带坏了 你干吗呀 哎 这马上到春寒了 我给她带点衣服 她又没带几件衣服去 你 你真咋喜欢去看她呀 现在谁都见不着她 只有律师能见着 哎呀 你说是家里啊 什么事都得你操心 趁这两天我还在呀 把你新长的那个保姆 好好戴一戴 你婆婆那么不好伺候 推脱我一走了 她俩非掐得鸡飞狗跳不可 够你瘦的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再拿件衣服吧 好 来 好 不要 不 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 该做的我也做了 你跟我之间是不是 该有个了结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在院长办公室 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 等我两分钟 我一会儿回去查房 孙然 院长 刚才去了团卫生局 合见的医生合根了 职业资格证也续上了 你就安排他上班的工作吧 好的好的 太好了 那我现在就通知他去 以后我可得格外注意啊 千万别再出类似的查错了 一定会留心 谢谢院长啊 我查房去了 好 去 明洁 明洁 天后是不是真的要离婚了 这种事情谁知道 哥谁身上他也受不了啊 你们又是不知道 天后多万没主意啊 老公是不是真的要坐牢 明洁 你干吗 你就别瞎打听了 赶紧的啊 就是没完没了 干嘛吧 走 五号病床是前天请诊收的 刀砍伤至左眼流血 事务不见七小时 昨夜上下眼检全层断裂 我们已经做了清创缝合 这个病人的后续治疗由你来负责 好的 这段时间家里医院两头忙 你辛苦了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我怕发紧和美 Hasi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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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时间知道之后马上就通知各位股东过来 原先以为就是一个男女关系的事 顶多进个拘留所待几天 谁知道现在是进了看守所 这事就复杂了知道吧 那公司怎么办 找我们机不在谁做主 什么时候都放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真不好说 因为这个梁律师也说可能案情还有点复杂 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 老马都是你在这儿说 你这个消息准确吧 你看你我不是我在这儿说我消息准确吗 我可以把梁律师的电话给你拨通了 你们你们来有什么问题直接向他提问 好不好 行的行的行的行 你这也就怀疑我就没意思了 赵明奇这事有些事他也背着我 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 把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 你现在他媳妇还要闹着离婚呢 我这还得处理这家务事 好多事 你们这入点股不清楚 他媳妇离不离婚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现在说的是现在咱们公司的状况 万一判了 你得多少时间 他也说不好 反正时间太短不了 但是至于多少 那只有开庭之后听法官的了 律师哪能知道到底盼多久 是吧 我们希望时间最短 我希望他明天就出现在这个会议桌上 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吧 我们还都得正视现实 加水了吗 来来来 我帮你 我帮你 谢谢 有事啊 也没什么事 给你拿了朗萍保健品护肝的 这女人哪 遇到痛心的事情啊 就容易干预 这皮肤啊脾气啊 就都跟着不好了 你瞧你最近脸色 都没有以前红润了 我挺好的 谢谢了 哎呀 你就别强撑着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这段时间啊 总有人打听你跟你老公的事情 都打听到我这儿来了 放心 我 我都给接回去了 这男人嘛 就是靠不住 咱女人一定要知道心疼自己 该离就离 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都一辈子 自私点天经地义 是不是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没有必要在这儿讨论了 行行行 那我不说了 我知道你最近恰不顺 那要记得吃 我试过管用啊 那我先走了啊 谢谢了 我吃完了 奶奶 我也吃完了 行行行 我吃完了 叔叔啊 好好做啊 你把公司给烂下来 哦 好啊 喝点热水 谢谢 阿姨 您是不是觉得 孟姐不太合适啊 这 这也不是我的家 我不好说 看您说的 这是你儿子的家 你儿子的家 就是你的家 平时我待的时间不多 主要是想请来照顾你 你的 要是依着我过去的脾气啊 这样的人我肯定不会用的 我算好了 我算好了 差好了哈 嗯 哦 孟姐 那要不今天就先这样吧 就平时星期一到星期五到这儿上班 要是周六周日需要你的话 咱们就按加班费算 你觉得行吗 行 行 那你就走吧 路上慢点啊 好的 然后这两天呢我都在 你来了以后呢正好我好好带带你 上手了就好办了 谢谢啊 你慢点啊 我进屋了啊 我不管 我不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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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起来啦 咳嗽了 赶紧喝点水 可算是退售了 你饿不饿呀 我给你点点外卖吃吧 饿不饿 你也没吃呢吧 我吃了一颗苹果 你看我最近病的 你的饭也没着了 那怎么办呀 当减肥了呗 对 他怎么把这手机拿出来用了呀 他一直想 我怕吵着你 就给你拿出来搁这儿了 有一男的一直给你打电话 姓高的 他谁呀 你接我电话了 我接了啊 我发短信约他来着呢 你 你约他干吗呀 他打电话过来 口气特别凶 可吓人了 莫名其妙的 我怕又有什么 奇怪的人欺负你 我得见见他呀 那你放心 我没让他见着我 我眼约看了一眼 之后就走了 那谁呀 很早以前追过我的一个人 我 我这手机 你不是还有钱吗 我就想不能浪费了 我就把他拿出来用 结果一开机 他就给我打过来了 就老打老打 特别烦人 我我洗脸去了啊 那你赶紧别用这号啦 这种不三不四的人 可不能招惹啊 听见没 散了吧该 这 人哪 马总他们都走了 不一会没下班呢 走了怎么现在都不说一声呢 你也赶紧走吧 那没事我也先走了 快快走吧走吧 早该走了 小警 嘿 嘿 苏冉 对对对 我是老马 老马 什么事 明棋这边 你上次跟我说出了点事 他得什么时候来啊 现在每天好多好多的事 一大堆的签字等着他 我都 我都快扛不住了 你知道吗 明棋是出了点事 他可能一时半会 还不能回来 不是 苏冉 爸 现在你都不知道 这董事们的意见啊 打得去啊 那 那的确是 公司上上下下一堆的事 我又没法替他做主 你知道吧 大家情绪特别大 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懂 老马 要不你帮明棋拿拿主意 不是 这也不太合适 你知道吧 你是公司资格最老的员工了 业务你都熟悉 这么多年 也都是你一直帮着明棋 辛苦你了啊 老马 不是 这明棋究竟 出了什么事了 用不我帮你们呀 不用了 您能把公司关好 就是对面棋最大的帮助 那行吧 那 那我也别多问了 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 好吧 那个 还是那句话 有什么事随时跟马哥说 马哥始终在 好好 谢谢你啊 谢谢老马 赵明棋啊 赵明棋 您要是没事才怪了 哎 这天要帮你啊 拦都拦不住 你是我的小小蘋果 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 赵明 到 见忘了啊 你家里给你送了保暖的衣 这站是你儿子的白天照 白天照 为了小孩 要好好改照 哎 彪子 来 看你儿子像不像我 嘿 长得还真挺一样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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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啊 行了 彪子 有福气 行啊 附经理 你放心 这个案子很简单 我会尽力的 好的 谢谢您梁律师 嗯 好 走啊 拜拜 喂 小王 哎 喂 喂 喂 有没有看见 有没有看见我那个办公桌下面 有一个行李包 对 对对对对 本来我昨天就应该给赵明奇给送去 可是昨天晚上有个会 我就想安排着今天早上 可是这个副经理又来找我 对 就这意思 你呀帮我送一下 哎 哎 辛苦 没事 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 家里的事太多 苦了你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多多 给他请假在家里 你看出来了 他情绪也并不好 是啊 这么待着 当然不是个事 他得上学呀 再加上 再加上 天天回来看你婆婆那样 对他能有利吗 让他去上学 我更担心 那万一跟同学大起来呢 万一同学又说他那些话呢 喂 子软 干脆让多多 到我那儿去 记读一段时间过渡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让他转学 对 对他学习以后有影响吧 哎呀 现在这个世界 对他学习有没有影响是次要的 关键是得对他的身心健康有利呀 他从小就没离开过家 他能适应得了吗 可是你现在看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他又能适应吗 你让他跟我走 给他换个环境 换一批小伙伴 让他暂时远离这些阴影 等你们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消停了 我再送他回来 虽然真的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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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